好,我们来讨论一下6.7的这个练习 所以这边呢,是要找体积和表面积 体积来讲呢,是三分之一 PiR平方程高 所以当然你的顺序可以 理论上来讲,惩罚是有交换率的 不过呢,重要的是你不要漏掉 最好你还是要有一个口诀 三分之一,像我的话,我会先写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PiR平方在前一条 所以这个3呢,可以越简称 12乘8得到96 表面积的话呢,是PiR平方再乘PiRL 那你的L你可以先预先算一下 那应该是10,这是3乘2,4乘2跟5乘2 所以得到10,6乘10得到60 66得到36,36加60得到96 所以它是96盘 那这题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呢 它斜边给的是7,低半径是8,然后呢,高就会是15 所以我给你们的那个3,45啊 50,23啊,7,24,25啊,还有这个8,15,17呢 真的是90%的情况,就是用这几个 体称是等于三分之一PiR平方乘高 OK,乘出来你可以越掉一个3,再来 8,64,64再乘5,等到3,20 PiR平方 面积的话呢,是用PiR平方加PiRL 就是PiR平方,加上PiR乘8乘17 PiR平方得到64 PiR平方得到64,8乘17得到136 136再加上64,刚好是200 所以这几次200PiCM平方 第二题,一个直圆锥它的体积是308 它的半径呢,是7 它的底半径是7 情况高是多少,我们的体积是三分之一PiR平方 乘上高,7可以越掉一个 过后呢,3乘过去对面 339,3824 过去乘22等于154 拉过去除这到6 当然我每一次的都建议大家呢 不要乘进去,为什么 3乘过去的时候,22拉下来,7再拉下来 可以越的直接越,不然的话呢,你的数目太大 你会不懂,你会不知所说 我相信一则好像是有计算机 我好像是感觉上没有计算机 OK,所以自己要把握了,考试的时候有计算机的时候要怎么办 第三题,一个直圆锥的底圆的周长是44 那它的体积是256又三分之二,请问它高是多少 首先呢,它给我底周长呢,我用2PiR得到44 我就先算出它的R 再用体积这一边256又三分之二等于PiR平方乘高再乘三分之一 越掉一个7,然后呢,左边呢,变成假分数得到3分之720 再把这个22跟7跟3呢,拉过去对面得到7乘22分之3 你会看到,你看我跟3跟3越减7跟7越减 我再越一个11,再越一个2直到5 看到吗,这样子的越法我不用承进去的嘛 我只是比较麻烦是在这个带分数换成 带分数换成甲分数这一边就会比较麻烦一些 其他的你会看到越简单的 全部白去一边呢,再越简单就可以了 第四题,一个直圆锥的高是7 体积是359又三分之一 其他的,请问他的底面积是多少 假设我们的底面积是R PiR平方乘三分之一再乘高是7 且可以越掉一个 好,然后呢,这边你最好变成甲分数 三分之一百零七十,一千零七十七十八 过后再把这个3直接越掉22呢 再把它拉过来出,得到四十九 那七七四十九,所以我们R就会是7的 OK,还是这样 这个提醒哦,如果有底面底半径是5 高是12斜,应该就很容易算出来是13 过后呢,体积呢,就用这个PiR平方乘高了 算到314又七分之二 他的这个数目比较流浪一点的 要慢慢找时间算 我已经对了答案了,就没有问题了 只是可能说那个计算 其实我没有用计算机 然后呢,我也花了一些一阵子 尤其是他的这个 假分数,换成代分数 还有他的代分数换成假分数 之类的,就相当耗时一点 不过整个概念你可以看到 我们顺着去做罢了 所以体积找到了 然后写,侧面面积我们是用PiRL Pi是7分之22乘5乘13 得到7分之14 1430 然后呢,换成代分数 就会是254又7分之2 表面积的话呢,我们先算底面积PiR平方 算出来7分之550了之后呢 再换成代分数78又7分之4 就是再把这个侧面面积给夹进去呢 就会得到282又7分之6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一体的话呢,他给半径给斜高 他的高就可以用B4定理算出来 应该是24,72425 因为他们每次都是用整数的那一套 那体积的话呢,用PiR平方乘高 应该不是问题 1232 侧面面积PiRL乘出来550 应该也可以 然后呢,表面积呢 你先要算那个 底面积Pi是7分之22 乘R平方是7乘7 7跟7越减7乘22等于154 154再加550得到754 所以这个表面积就出来了 这体给,这体比较麻烦一点 他给斜高 他给侧面面积 所以我们应该是从侧面面积呢 用PiRL 好,我们有L 然后呢,应该套进去就可以找到R 好,Pi是7分之22 R是不知道 L是10 然后呢,这个188又7分之4呢 换成代分数是7 7分之1320 过后7月掉,0月掉一个 22月掉,得到6 得到6 得到6了之后呢 6,8跟10 就是3乘2 4乘2跟5乘2 得到2分之2112的时候 再把它换成 呃,代分数是307分之 侧面面积已经有了 表面积的话 我们只需要算底面积 Pi7分之22乘6乘6 算出来7分之792 换成代分数113又7分之1 再把这个侧面面积给加进去 等到301又7分之5 它设计好了 你看 它设计到 那个体积跟面积一样的数字 非常可爱的一个体积 设计好了 那再看一下这个第五题 下表呢 我们有支援的 应该是 从那里出发 从高 从体积 因为我们有3分之1 PiR平方层高等于体积 所以应该就可以算到R了 所以R这边算到了3之后呢 345直接导到它的斜高 侧面面积呢 PiRL 应该就可以算出来了 OK 然后呢 表面积的话呢 它只有R 也就是说我们先用PiR 先找它的底面积PiR平方 再加上这个 47又7分之1 得到75又7分之3 答案也是对的 然后我已经对了答案 应该大致上都没问题 OK 再来呢 我们知道表面积这边能搞的 它只有R 它只有R 也就是说我们先用PiR 先找它的底面积PiR平方 换成代分数201又7分之1 7分之1 我表面积也减底面积 是不是侧面积啊 对不对啊 我就算到了侧面积了 427又7分之3 这个侧面积呢 是PiR L 对吗 我的R有呢 是8 我们就可以找到L是多少 这边是7分之 这个我换成代分数 呃 加分数是7分之2992 所以7月掉 22月掉 6月月月 到最后它的L呢 很美丽的 47 PiR17了之后呢 8 15 17 所以它高15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 那个直角三角形呢 它都是用那个整数的 啊 我给你那4套 真的用完了 4了用完了 50 20 第一题是50 23 第二题是 7 24 25 第三题是 6 8 10 第四题是 3 45 最后题是80 57 全部用到完 OK 所以 过后呢 体积 我们这几个都有了 PiR平方乘高 就是它的体积 105 又7分之5 三分之1 PiR平方乘高 OK 所以这一题比较难一点 第六题 第六题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圆锥 但是它倒转的 就是尖头往下 像我们呢 有一些水杯是这样子的 那些 那些 他们给人家 就是 喝水 在那种办公室啊 给你喝水喝了 就丢了 走 它也特地不要用平底 平底的话呢 你就可以放在桌子上 慢慢的 不要你慢慢的 它就丢了 OK 所以它 当然它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这样子做的话 是比较省成本的 不要容易做 Fold Fold so 这个是它的 整个设计 反正就是圆锥型 然后呢 它装水呢 它没有装满 它没有装满 它装了352ml的水 所以如果 它讲说 那个底面是9 那个高是14 这是它整个完整的图形的 这个 也就是说 如果你去算 你看 你用π 三分之一π R平方成高 你算出来是1188 是不是它的那个水的体积 没有 但是你又讲说 这样我用比例呢 它又不是比例 因为它的这个 下面比较小 上面又比较肥 啊 这个整个很非常复杂 所以这题要怎样算呢 你可以这样看 哦 我的水 它的水位 可能它的高 是h 它的这个半径呢 就会是r 这样 我有两个位置数 我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但是呢 这两个位置数又有一个关系 就是它是 它是 这里有两个直角三角形 应该是相似的关系 相似又怎样呢 h比r 应该会等于14比9 所以我可以把r给乘上去的h 其实是14r除以9 有什么用呢 我们套下去那个体积的公式哈 我们现在装了352ml的水 这个是它体积 这个体积是1 3 1 pi 7分之22 r平方乘h r平方乘h 不是9平方乘14 9平方乘14 是整个 现在我不是整个 我只是一部分 那我要怎样带呢 我把这个h 换成 9分之14r ok 那7 3 21 你可以沉进去 你会不沉 因为你14过后呢 又可以跃掉一个7 再把它丢去对面 丢去对面了之后呢 越越越越越越 我算到的是啊 剩下一个8乘27 是等于r 这边刚好可以开立方跟 8是2的立方 27是3的立方 所以开立方跟了之后呢 就会得到2乘3 就会得到6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半径呢 不是6 它的高哈 但是问题是它要找高 所以找到了6 很好了 我已经可以把它 直接带进去 14乘6 再除以9 越减得到3分之28 再换成带分数 就会得到9又3分之1 这个就是你的水位的高度 啊 这题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好吧 啊 难一些 ok 好 学起来了啊 那第7题还蛮简单的 比起刚才那题 第6题 U图呢 所示是一个直圆锥 它的侧面面积是65π 所以侧面面积是π rl 对不对啊 我们的π乘5乘L 是等于65π π可以越掉65除以5就会得到13 我的斜边是13 52 13 所以直 这个高 Vo是12 它的表面积是多少 抱歉啊 它要找表面积 表面积的话呢 是πr平方 5的平方25 侧面面积它给的 65π加25π 刚好加起来等于90π 所以这个是A的答案 90π CM平方 圆锥的高呢 算到了 这个鞋找到了13 对不对 呃 它的高就会是12 也找到了 这个B10 也可能会找出来 体积是多少 三分之一πr 平方层高 高是12 所以3可以越掉得到4 25 25成4等于100 100π CM地方 很快就可以找出来 OK 这个数目呢 也很美 第8题啦 U图呢 我们有两个全等的直圆锥 粘合在一起 它的体积跟表面积怎么算 首先我们知道说 这个是直径啦 记得 刚才 刚才 你还直接 你好像直接把它用这半径 我刚才有没有看出来 啊 这个半径是6 所以高呢 应该不难看出来 应该是8 对吧 就是你的这个10平方 减6平方 这个是8来的 所以它的体积啊 是有两片 有三分之一 有πR平方 π乘6的平方 再乘8 OK 6636 你可以跟3月减得到12 12乘2等于24 24再乘8等于192 排CM地方 这个就是体积 至于表面积来讲呢 底面积不用算了 因为它已经贴在一起了 对不对 它有两个车面面积啊 所以这一体是两个πRL 对不对 6乘10等于60 60乘2等于120 所以是120πCM地方 好 这个表面积呢 就容易消耗了 特别 那么 稳定